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要跟大家来聊聊 这个我们台股那么修饰了两天 那之后该怎么样来观察美国的一个市场 还有全球经济活动的一个现况 我们现在除了有这个广播之外 有直播 那么待会还有很多的图表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所以大家今天要好好的上上课了 可以上我们中国流行网的脸书官网 我们中国流行网的YouTube官网 我们中国流行网理财生活通节目的官网 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 这个全球的光明灯 美国市场的一个状况 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的教授 朱月中朱老师 朱老师好 郁芬姐其实全国听众大家好 好现场有很多的那个实习生 然后有现场上课的感觉 那我们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好不好 因为那个放了两天价 然后美国股市这样跌 那所以今天就台股就崩了 可是说实在我没有想到会跌这么多 对确实 因为这两天其实跟一些分析师在讲 大家预估大概是500点到600点左右 对差不多 然后再加上昨天像我昨天还在跟飞龙讲说 如果昨天晚上的美国的GDP数字好的话 那也许今天可以少跌一点 结果却没有 反而跌了更多 对 那其实说出来就是大家一个恐慌心态 因为你说这一波台股跌这么多 有什么问题是错在台股 除了说 就涨太多 没错就是这件事情 这是目前市场上唯一的利空 我说就台湾自己本身 所以显然的你说基本面有变吗 没有吗 台积电业绩有不好吗 没有吗 所以呢你说为什么要跌 真的就是这样子吗 当然第一个罪魁祸首 当然就是川普那张嘴 对 反不出他那张嘴 对 所以那问题是形势比人强吗 你也不得不跟他低头吗 那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外资狂卖 最新的数据 台股今年到目前为止 外资卖超了72亿美金 72亿的美金你再乘一下 对就大概2000多亿将近3000亿了 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相较之下你看到日本跟韩国 人家是买超 尤其日本最多 日本买超390亿美金 韩国少一点 但是也是买超16亿美金 那你台股为什么被卖这么多 因为你太贵了嘛 我们常讲市场便宜或贵 我们都用什么本益比 对对 台股现在本益比多少24倍多 那有很高吗 高啊 因为历史平均大概15到17倍啊 你24倍当然多嘛 那就不要说台 整个台股你光看台积电 台积电本益比多少快30倍了 有这么高啊 是的 一般来讲大家给台 台积电大概20到25 到25就上线了 事实上他其实现在已经不止了 好那再来就是你对应到韩国 韩国股市本益比稍微高一点 但是人家也只有18.5倍 日本今年日本股市是表现也不错 人家现在才14倍多 如果你是外资你要买谁 买本益比稍微低一点的 是啊不是低一点 是低很多人家14倍 我们是24倍好我们就说好那你说基本面吗 你说我们有AI有科技股有半导体 日本没有吗 韩国没有吗 好更夸张的是 你看我们刚说台积电价本益比将近30倍 你知道SK海力士几倍 不知道 SK海力士今年到目前只涨30几% 人家本益比6.4倍 你要买谁 那我们是世界 SK海力士难道不是世界 是我们世界第一 他在记忆里他也是世界第一 尤其你看到 我们现在做AI晶片台积电很厉害 可是AI晶片大家都在要用一个东西叫HBM 就是高频宽记忆体 海力士市占率将近六成 那他当然你所有的AI晶片 不管是哪一家的AI晶片 你还是得用这个东西 那海力士他是龙头 人家本益比6倍多 你说外资要买谁 这就是现实的问题 那我们刚说日本 那你看日本这两天是不是在升值了 日币在升值了 对有在升了 对所以很多人要进去卡会赚什么 赚日元升值吗 也许股市不会再涨那么多的 可是我日元升值你看光这一波 你看才一个礼拜左右而已 从161到昨天最低152 今天上去一点153 涨了6% 可是深渊英智预估是130 那台股要跑了吗 再讨论一下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有人说今天这种跌幅 应该是张大帅来 好我们持续跟朱叶忠朱老师来谈 谈一点点 我想很多人其实开了那个台股 我就大概合不起来了 但说实在的现在盘市就是这样子 我今天大跌之后一定有反弹 所以我今年以来都是赶的人就赚了 对 我不赶的人就赚不到 对 那你现在都已经到季线了 为什么不敢对不对 你如果敢你就反弹一下了 对因为确实今天跌破季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大家很多人股市都说季线是股市的生命线 对啦 那你跌破季线 而且你收盘也没有占回季线以上 那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如果从技术分析来说 在这种情况基本上都告诉你 续跌的可能性很高 但是刚刚朱方老师姐讲的也很清楚 谈的可能性也很高 对不对 你看到今天雅股其实就是台股在大跌 问题我们跌是因为我们两天没有跌 但要补跌 所以可是你看到日本韩国基本上是OK的 昨天美股虽然后来也 也杀下来的 可是基本上也都还OK 我会觉得说真的台股真的是经过一波整理之后 我觉得是还有机会啦 所以不用太悲观 对啦你手头上像很多 像我昨天去上一些电视节目 他们就在问说那你现在呢 到底要砍还是要进 对啊 还是抱着不动 那时候我就主持人在问我就说 啊这卡的吧 你怎么怎么跑回去 你就跑不动了嘛 你现在手头上你高点才进去 比如说好你台积电1080进的你砍得下去吗 嗯 一定砍不下去嘛 那问题是台积电基本面又没有问题 你为什么要砍 嗯 你就抱着嘛 嗯 反正台积电配息也越来越多 嗯 你继续继续抱嘛 你看到当初不是也是一样吗 台积电上去一破又下来 哇很多人都哇哇叫 后来不是又上了 哎但是我跟你讲啦 我老觉得有一个风险 就是说大家对于台积电的一个 那个本益比的一个容忍度啦 是 就有人20倍25倍 那你说更去年还有人讲到30倍嘛 那事实上他也算是一个重资产啦 你需要给他到30倍的本益比 可是问题你想台积电是因为今天在台湾 所以他的本益比是偏低的 嗯 如果他今天一样的这样子一个破例能力的公司 他如果在美国 你看他挥达人家本益比是多少 嗯 你看到美超为人家本益比是多少 嗯 当然挥达更会赚钱没有话说 可是台积电至少还比美超为会赚钱吧 嗯 可是你看本益比输美超为一大低 嗯 对嘛那只能说在这个市场台积电能够享有本益比 大概就是了不起就是20几倍 30倍大概都是上线的 嗯 那这就是没办法的事情 不过我会觉得 反而一些GEO股啦 像之前大家会讲的F4嘛 嗯 基本上我觉得都会有机会啦 你像譬如说像 不要说台积电 联发科我觉得他基本面也很好啊 尤其你看他现在最最新的这个天玑9300plus这个晶片 有一件事大家可能没注意到过去苹果的习惯就是我出一个新晶片的时候我这一代的手机之后最顶级的Pro Max会用其他的差一点的都会用前一代对对对对这是过去苹果的习惯这些年来都是这样子 可是这今年准备要出的iPhone16用A18晶片它会是全系列都用A18晶片这是历来从来没有过的 嗯 嗯 那我后来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真的就是因为这个这个研发科的这个天玑9300plus太强了 所以中国很多旗舰机都用这颗晶片嗯 然后现在连三星都用了让苹果觉得我如果还在玩过去的游戏 哎呀我反正顶级的用新晶片旧的反正我消库存用用去年的晶片OK但是今年他不敢了我觉得多少跟这个有关系 嗯所以我会觉得像联发科基本面很好啊那为什么这样都长不起来你说今天叠的这些公司有几个是基本面不好的 当然有一些过去就是很投机就我们说的这个黄仁勋的这个背板概念股 哈哈哈那这些背板概念股就是他身后研究对对对对那些那些背板概念股当然有很多真的是有基本面可是有些根本就是沾到边而已嗯 根本也没有实质的营收但是这一波一样长得这个太夸张的这些公司当然一定第一第一波一定会被砍嘛嗯好那像像今天有些我就不要点名是谁啦有些公司真的就就很惨跌下来但是这些真的有基本面的这些公司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慢慢分批一点点一点点阴满因为毕竟这一波要盘整还会下多少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个人觉得市场上真的还是有些钻石掉下来了 还是可以减的哦好好好那另外就是下个礼拜一大帅也会来我先跟大家打个预防针哈哈哈哈好那我们先回过头来跟朱老师来谈谈美国的一个状况是因为我刚刚讲过美国其实全世界的光明灯对然后你可以看看美国状况可以知道美元你也可以知道台股或者是雅股的一个状况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一张图表你要跟我们讲的是哎我们先讲好因为我没有放整体的数字因为我觉得整体数字大家心里大家都可以看到嘛好今天 我相信我是不是就说美国第二季GDP成长2.8是啊预估是2嗯是不错啊第一季是1.4嗯哦昨天我在跟费龙讨论的时候我们在讲你看到等一下我们在讲各个别企业的财报嗯这一波你说企业财报真的不好吗嗯其实大部分都很好嘛可是你看到好像前两天Google公布财报没有Tesla不好Tesla是真的不好对可是我要说的是其他大家都很好嗯可是结果是 投资人的预期更高的情况之下嗯你没有更好我就觉得你不好哦所以你看吧美国的这个GDP就是这样子嘛我昨天就在跟费龙讲第一次1.4然后市场原本预估是2如果今天出来是1.6 1.7嗯那绝对很惨嗯嗯哎结果出来是2.8哎很好啊很好啊所以你看到公布的时候第一时间其实美股是通通都上的嗯但是你看到后来尾盘还是杀下来的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嗯之前还有一些 这个投资机构就说哎呀美国可能要经济衰退了啦哎这个数字不就打脸这些机构嘛嗯明明就很好而且这个数字大家看到这个所谓的1.4或2.8这个叫做计增年率嗯也就是说他是用前一季去比较然后把它做年化的也就是说他会乘以4倍嗯可是我一般我们在报GDP的话我们会看另外的是年增率就是跟去年同期比较嗯这个数字更好其实是三年一趴哎第一季是2.9 这一季是3.1%这个数字大家听的没有感觉可是我跟你讲他是全世界先进国家当中成长率最高的嗯你看到川普一天大晚骂拜登说哎呀在你任内经济搞了热气八糟其实那个都是拜登川普在鬼扯美国这几年在在拜登的任内其实他们的经济其实是在先进国家当中是数一数二好的嗯那我只能说拜登团队真的太弱不是拜登的问题拜登的团队真的很弱很多很有力的数字他们都没有拿出来 打广告哎我是不是应该敢去当竞选我觉得你可以去当竞选团队现在是贺锦丽通常你是不大喜欢女性总统候选人的我没有不要诬赖我真的真的只要是女性候选我看你都把人家臭骂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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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有所以这就真的就是一个那你喜欢贺锦丽吗呃至少不会讨厌啊你倒不会讨厌啊对啊真的真的再怎么样我会觉得他会真的会比拜登好一点啊那川普大概就不用说了啦你是把他跟拜登比啊 哎我说跟川普比这更不用说了啦哦对其实哎我我最喜欢的是裴洛西啊可是裴洛西他自己说退休要不然你看裴洛西比这这两个老头更老但是裴洛西的脑袋非常清楚讲话非常犀利他也有民意支持度可是裴洛西没有出来选我觉得其实蛮可惜的要不然我其实是更终于裴洛西人家那个贺锦丽更年轻哎对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如果你今天再找个更老的出来 选民会抓狂嘛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待会继续在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好这里是阿来radio中央流行网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就是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的教授朱叶忠朱老师了好我们跟大家 大家来谈谈美国的一个状况了第一个当然美国是一个制高点第二个你待会我们也会跟大家聊聊美国的企业或者是美元或者是美国总统的选举因为这会影响到全球经济的一个活动了好那我们先来看看就是美国第二季的个人消费到底怎样因为这跟我们要不要降息有很大的关联性刚刚先看到经济经济不错嘛GDP不错嘛对好那问题是整个经济的GDP里面有很多的分项那以先进国 国家来说当然包含美国在内最重要就是消费项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同步在看直播的你看到我们现在这个这个画面上面这个图里面有没有看到最右边的就是这一季的那前面我们就不说我们就以这一季来说最大的一块有没有看到就是橘黄色的这一块这一块就是消费 那个人消费你再跟前一季去比有没有发现它变更大块了有哎这对美国来说他不只是我整体的GDP成长是OK的他最重要的项目叫个人消费成长又是最好的嗯那表示他的经济状况其实是非常好那是不是我又有通膨了 嗯倒也不是哦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想啊也就是说在这么大的通膨之下我还是敢花钱嗯哎这不就告诉你我是OK的吗嗯因为我最怕的就是我整体GDP看起来是好的可是实际上我是被灌水的嗯譬如说我其实是政府的力量我进去把它硬拉起来的嘛好可是你看到在这个图里面最上面那个橘色就是政府的部分嗯 嗯其实小小一块而已嘛你看到以这几个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组成项目里面有没有看到嗯政府支出这一块其实成长的相对是少的嗯但是最大的这一块就是刚说的个人消费的部分对所以也就是说你看到现在通膨当然有比之前低了一点嗯但是民众现在已经开始敢消费了你跟对比前一季来说嗯前一季哎以这个计真年率来说我们刚前一节提到1.4嗯以年增率来说是2.2.9 听起来都不错可是你看到以前一季跟这一季的这个结构来看嗯你会发现就很大很大的不一样嗯最重要我们刚说就是在消费的这一块如果你民间的消费不不上去嗯那你真的说什么都没有用可是我有时候看这个数字啊我都会觉得说民间如果数字上去是不是通膨依然在嗯对可是我就我刚说的你民间敢消费嗯那其实更重要嘛没有错我现在通膨还是居高不下 问题是一样在通膨的情况是要我敢花钱跟我不敢花钱那通膨债我还是得升息啊我还是不能降息啊呃所以这就是关键所在嘛所以刚刚有有这个听友在问到说这个要不要降息对要不要买债券嗯其实都跟这个有关系嘛嗯所以你想哦我们为什么要降息是就是就美国的观点来说我就是怕影响到企业对之前的成本嗯怕影响民众消费嘛嗯我要把通膨压下来可是如果今天美国这个我们看到哎我经济状况很好啊民众也敢消费啊嗯 嗯那我有需要急的降息吗不急啊那这就是关键所在哦哦所以这是个问题好那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指标嗯嗯好就是跟失业有关的叫处理失业金人数嗯嗯好那在大家如果同步去看到我们这个图表的时候呢里面有两条线嗯好那其实一个就是调整跟一个是没有调整我们通常都看这个绿色的这条线是没有调整的好那这个是这个指标呢是每个礼拜都会去公布也就是说呢你现在失业的你要不要去申请失业救济基金 嗯嗯嗯嗯好要申请不申请就是两种情况那习惯一直在申请的嗯跟我都不我我就算我失业我不见得会去领嗯嗯可是我终于忍不住我要去领嗯嗯这是两这就是不同状况嗯所以你看我们领失业算失业救济基金我们不去看整体领失业金的了嗯我们都只看什么初领哦对对我第一次领这其实才是最重要的指标对对那因为啦说真的领失业金有点让人家觉得会丢脸嗯如果 对尤其是中产阶级的人来说嗯嗯我现在失业了我不会第一时间我去申请嗯嗯我可能先找工作看看说真的不行了嗯我才去领嘛嗯所以通常在美国他们会去看初领失业金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图形里面呢淺绿色这条线当然这昨天同步公布了这个数字告诉你23万5千人是比市场预期的还要来得少也比之前都来得少嗯但是你就这整条线来看你有没有发现他还在相对高有啊这就是一个问题嗯 以美国呢在疫情前就是2020年以前嗯过去的常态数字其实是在20万以下嗯但是现在都还有23万多那就表示经济又不好嘛对所以找不到工作嘛所以还是有些隐忧在我们姑且这样子说你好不是真的不好就是还是有些隐忧在因为你对比高峰其实还是下来了嘛嗯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高爆刚爆发的时候那时候高峰是660万嗯现在是20几万那当然有在进步嘛所以我们就整 整体来说其实美国的经济其实我个人不认为有什么大问题哦所以有些投资机构讲得很手动说哎呀美国一定会经济衰退啊什么的我个人一点都不这么认为嗯嗯嗯嗯美国目前没有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嗯嗯好但是即便是23万的初领失业救济金额对虽然还不是在过去的低点但是比比起来也不算太高嗯也就是说他可能就在这边暂时先僵住了嗯好那当然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物质 物质的部分所以呢好我们再再看到这一个图形哦哦就是美国的物质指数来你看呢我同时标了四种物质指数哦好一般我们最常看的是CPI对那另外还有一个核心CPI嗯那还有一个PPI叫生产者嗯物质指数嗯那美国还有自己一个独家的其他国家没有人在做的PCE叫个人消费值嗯好要注意哦今天晚上就要公布这个PCE嗯而且美国联损会都跟你说 我最关心的是PCE对因为可是其他国家因为没有PCE这个东西大家就是前面这三个那所以大家就想说哎你这个PCE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啊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他涵盖的范围更大所以美国联损会他们说哎我们其实最关心的PCE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四条线里面有没有发现三条线的趋势其实是大同小异蓝色红色跟浅蓝色嗯对可是有一条不一样嗯绿色的这条线PPI 在生产者物价指数他常常被认为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领先指标哦哎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就来了哦之前高峰上去后来下来嗯甚至一度下来到几乎是零了嗯但是他又上去了嗯这就是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因为PPI会走在CPI之前或者说其他的不管你是什么物价指数反正PPI是领先指标他会走在最前面嘛嗯 所以你看到其他的三条线都在往下掉但是你PPI还在往上嗯因为我们刚说他是走在前面的哦嗯那站在美国的政府的立场联准会的立场会不会觉得你接下来CPI或者是核心CPI或是PCE有没有可能也跟着又要翘头有可能这是一个隐忧嗯嗯好所以今天晚上的PCE就蛮重要的了好因为通常PCE是会最慢公布的那CPI跟PPI因为现在7月底嘛所以他公布的是6月的数字 嗯可是CPI跟核心CPI大概都在7月中就已经公布6月的数字但是PCE通常都是这个月月底才会公布上个月的数字嗯他满满满满才会公布啦所以很多人少就都忘记PCE这件事情了好但是我真的要提醒大家在美国这个数字其实是最重要的哎那如果说今天公布起来整个物价指数还是往上的货啊嗯那就表示那问题又大了对对你想要这个降息你想要这个 可能性又会更低对好但我们又不是美国总统我也不是联准会主席我也不知道对不对问题我们的股市会受到影响啊股市会先受到影响啊对啊所以这就是个大问题嘛所以今天晚上就很重要最重要的是GDP嘛嗯那今天最重要的就是PCE的好所以之前CPI不管是看走核CPI或核心CPI到处都在往下降所以大家都跟你说哇可以要降息的可以要降息的但是PPI我们刚刚说PPI在往上翘嗯 嗯表示没说得准嘛那这市场很疯狂哎对不对GDP好没涨还大跌对那我们怎么指望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就现在都很怪耶好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朱叶中朱老师啊很多人听众朋友在问说刚刚的歌曲很好听啊是什么歌名啊 是这个SIMBY的Candy Can好好我们也跟大家持续的来聊一聊啦哈就是美国投资市场的一个状况了那刚有看到这个物价的指数那物价指数如果再往上跑的话的确就会有一些这个压力了哈就物价高了嘛那我还能降息吗那到底美国有没有降息的理由啊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你看现在如果用我们常看的这个FedWatch的这个数据来看嗯 告诉你九月降息的几率是百分之百了嗯哎听起来好像是铁降息的对不对可是毕竟FedWatch它只是什么它只是美国CME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利率期货利用投资人交易利率期货的价格去反推的这个降息几率它不是官方数字 嗯也就是说它是投资人的想法嗯不代表一定就是嗯好所以站在美国联组会的立场当然到目前为止其实都没有松口嗯我到底会不会讲什么时候讲呢嗯联组会也不会讲这种事情嗯好所以回过头来美国为什么到现在迟迟没有降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物价以外呢你再去看一个整体的数据啊好我们再请大家同步看到我们在直播的这个页面的这个数据哦现在全世界哦新市场我们就不说我们就一样以先进国家来说嗯瑞士瑞典 欧元区跟加拿大都降息了嗯尤其加拿大前天又降了第二次了嗯好这些国家这地区都在降息那美国也要跟人家降的话那你的理由是什么嗯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去抓这几个最重要的数据去跟大家做对比来美国的通膨现在我们6月份7月份数字还没有出来嗯有没有看到美国通膨还是最高的嘛对啊你通膨还那么高你凭什么降息啊对不对你看了人家都这么低你说瑞典更高哎对瑞典 瑞典更高因为瑞典有另外一个问题叫做他们的经济很差嗯虽然在第一季你看到是不是都在成长了可是这边没有显示是瑞典去年从第二季到第四季都在衰退嗯他的经济这么差他当然要所以他即便通膨还这么高的情况之下他要赶快赶着降息嘛嗯要不然他经济实在太糟糕了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如果以经济来说美国第一季我们刚说了2.9我们一律都是要用所谓的年年比数据来比 才有一致性嘛但是你看到对比其他几个市场你们看人家的经济成长率都这么低不错耶其他国家都很低啊嗯所以人家经济都不好所以我降息有理由嘛嗯那你美国经济这么好你为什么要降息嗯不是吗你现在说哎呀因为利率通膨利率高所以伤害经济问题美国没有这个问题啊嗯那既然我经济现在这么好表示大家可以接受现在这种高利率嘛那我为什么要记得降息你再看到失业率这个事情好 美国的失业率跟其他比起来是不是只有比瑞士高好其他的人家都更高失业率高当然代表经济也不好嘛所以你看瑞典欧元区加拿大尤其我们刚说加拿大还降了第二次了人家失业率更高表示他经济更糟糕所以简单来说人家都有降息的理由嘛嗯你请问你美国有什么理由你要急着降息嗯没有啊就我在就我从经济的数据来看其实他没有降息的理由嘛嗯那为什么大家一面倒的觉得他要降息嗯好其实就觉得 生息生久了嘛差不多也要降息了哈哈哈哈这个不不合逻辑啦嗯理论上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刚说嘛你要降息通常是因为你觉得经济不好嘛可是你经济明明就很好啊嗯而且还越来越好而且我们刚说了你还是全世界现金国家里面最好的嗯你有什么理由要急着降息嗯因为大家不要以为降息是好事情哦不是好事哦绝对不是好事情嗯你看到中国这两天不是也在降息嗯只有你看到上阵连叠的几天 那一定是经济有状况我才要降息啊对嘛所以投资人为什么一直要期待美国降息我觉得如果美国现在以现现阶段的状况他是OK的嘛啊可是降息债券就有甜头啊哎这话不是这么说啊嗯我为什么要为了要让债券有甜头所以我美国要降息这件事情不合理嘛不过事实上我们在五月份其实也有谈过美国的的例子我们刚刚当时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美国有一件事情很大就是它的负债太严重嗯好那 那美国以到第一季的负债来说它是34.5兆这是联邦负债嗯好我这两天看到一个更夸张的数字因为34.5兆注意到单位是美金哦是只有美国联邦政府可是如果把地方政府跟企业都加进去嗯全美国的现在的总负债是173兆美金嗯那问题是你现在你的利率这么高那你光负利息嗯以美国联邦政府来说去年 就要付的利息就高达了1.1兆美金嗯哎没有还本哦光负利息要1.1兆所以呢就有统计哦如果你现在维持这利率你都不降到明年的话嗯你光利息支出要1.5兆美金嗯那所以呢美国现在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他财政有赤字嗯那这个财政赤字的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利息支出太多了嗯所以以美国的财政年来说他每年10月就是新的年度开始所以2024年对美国联邦政府来说去年10月就开始嘛嗯 所以到今年3月好6月到第6月的数字还没说到光3月也就说这半年呢美国的联邦赤字已经就1.1兆了嗯所以本来预估今年1.85兆的联邦赤字是不够的嗯现在已经上调到1.9兆嗯所以这就是你美国现在的问题吗你经济虽然没有问题可是有问题的是这些欠债的人怎么办嗯所以我如果不降息你不要说一般企业连美国政府都会被拖垮 嗯那最近还有一个数字就是2020年我们都知道因为新冠疫情所以美国支出寄出史无前例的无限量QE好所以就钱就是借由发债嘛可是去年美国有什么事情嗯没什么大事嘛嗯可是去年美国发债的金额居然比2020年还要多7兆多美金一年发债7兆多美金为什么要发这么多债借薪还救哦他不是把它化掉了是因为我债息支出 越来越严重一堆再到齐了我没有钱所以我只好借薪还救所以这是美国当下你必须要降息的理由嘛嗯那另外一个理由当然就是选举嗯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在之前节目也讲过对对对好所以现在美国就产生一个问题哦刚刚我们说的从飞得话取来看是认为9月要降息的几率是百分之百可是现在传出来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呢就是这个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前总裁我忘记他的名字吧嗯 不重要他就说美国不但要降息是现在就要降不要等到9月啊因为他7月底会有一次利率会议好就下礼拜了好但是不可能这么快对好对对这待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哦那么我现场的就是我们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的教授朱月忠朱老师我们要持续跟大家来呃 看到美国到底有没有降息的一个呃理由啦目前如果用这些数据来看其实没什么理由是的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哦可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说为什么市场还是预估说要降息吗嗯一个是我们前一段提到的因为债券利息的负担太重了不管是美国政府或是企业都一样嘛嗯所以我这个要降息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就是选举嘛好所以我们刚前前面提到不同的声音出来嘛有人觉得快一点快刀展乱嘛你7月就降你不要等到9月 嗯好可是又有一些投资机构说不行你们现在根本都不能降9月都不准降嗯为什么因为选举出现了一个大变数嗯原本大家觉得是拜登跟川普之争现在换成贺锦丽跟拜登啊跟川普之争那如果你现在出来降息那你是不是摆明的就是在帮贺锦丽也有有这种助选之宜发开选举支票所以也有投资机构说你现在最好都不要动免得到时候被人家讲话 所以你应该选后再降息嗯那到底谁对谁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借有一些指标来看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0年期公债殖利率可以说是市场上最重要的债券指标啊你可以看到明明这段时间都在跟你说哎呀要降息甚至我们刚刚不就说哎呀现在9月降息的几率百分之百可是你看到债券殖利率不不降反正你看到比较近期近两个礼拜左右如果真的要降息因为啊我想听众朋友应该都有这个基本观念 值利率跟价格是一个反向关系结果你看到居然值利率还在往上不就告诉你再债券价格再跌嗯那这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要降息对不像一点都不像嘛嗯而且哦大家特别去注意到一个很关键的数字4.2也就是说如果你拿4.2这个线花一条直线你会发现这个10年期公债殖利率大概从今年3月起之后就几乎没有再跌破4.2 嗯好虽然呢前前两个礼拜前几天有稍微碰到又上来但是就我个人的观点啊你要真的要降到4.2以下你至少要连续三天站稳4.2以下才算是真的突破我们是从技术分析的观点来看了但是显然的没有嗯所以4.2这个这个算是底部算是守得非常非常的老我们用技术分析来看所以如果今天市场上真的有这么强烈的预计要降息的话 没有这个没有道理啊从技术分析你怎么看我都不觉得市场真的有觉得要降息嗯所以我会觉得说真的9月份就会降息吗虽然Fedwatch告诉你百分之百可是我们刚已经说了Fedwatch毕竟是投资人的想法不代表联准会的想法嗯好所以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好所以这是我觉得回回答刚刚听众朋友在问到说那现在为什么到底要不要买债好答案很简单等按下 那降息那个见的时候你在进场还来得及嗯你真的不需要急着现在没事把钱放在那里等尤其很多人已经等了一年两年的对已经有等两年的我看大概这两年都说你有赚到钱吗没有嘛嗯没有嘛嗯你说甜蜜点不赔就已经算不错了对啊跟你说什么甜甜价我都觉得啊还是我们送分题我们很多人开玩笑根本就是送命题好是没有到送命这么严重啦但是摆在眼前就是你真的就没有赚到嘛嗯 嗯那现在7月多距离9月都还有一段时间因为联准会的9月会议是9月18号所以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你的钱要在那边parking一个半月吗嗯你自己想想了哦虽然如果9月真的降了你可能会有前面一段的上涨你没有赚到嗯可是至少我安全啊嗯我这一个多月我的资金有其他的用途譬如说我去股市抢个短线嗯随便都比你那个好嘛而且会不会降不知道吧好就算我不就算我没有抢到 我放在那边我都不要逗我也安全嘛我至少没有赔至少没有赔我也安心嘛好所以我会觉得这是大家要去了解这个目前债券市场真的不急着进场去买啦好所以刚帮大家整理一下就是啊不管是从啊一些经济指标又或者从这十年期公债的殖利率来看到会不会降息的状况那除了降不降息之外我觉得你说美股啦或者美国的股市或者是全球我们现在投资的一个标的也都要看企业的获利好不好啊 没错所以企业的一个财报那是不是表现都不错我觉得这也是接下来要观察的一个关键点好可是我们前面开场就提到投资人的胃口被养大了嗯为什么来我们先看到这个图表这是第一季今年第一季标普500企业的的财报的情况你看到哦我们先看到这个如果同步看直播的你看这图的右下表就是整体的标普500企业高达75%的企业 他们的财报是优于预期嗯哇这是一个非常高标嗯所以以这个为基准接下来投资人是不是就被养大了你第一季有7575%的人超标那你第二季怎么办哇你第二季还要有75%超标才算合格哎这我跟你讲这就是好学生的悲哀你知道吗对对当你每次都考100分你这是被只靠99分你再要被打屁股嗯现在市场就是这样子嘛你说刚公布的我们后面再看几个例子 刚公布这些企业你说他们财报有不好吗真的没有啊可是股价就跌给你看为什么胃口被养大了所以你看到在这个表我们刚刚说整体来说是75%如果你个别去看尤其你看到资讯科技哎85%优于预期你怎么有办法要求一个学生每次考试都进步50%以上你敢这样要求你女儿不可能的事情嘛你这逼他去死是不是 是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哦嗯不是企业财报不好而是投资人已经在过去这一两年以来都被胃口养大哦对我也同意嗯那你说怎么办嗯美国现在你说他跌成这样子真的除了川普那张嘴这个变数之外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刚讲的那么多是花了那么多时间去讲美国GDP数字很好嘛那个别企业的财报也很好啊可是股市就跌给你看嘛为什么 你预期这么好那如果事实上没这么好那个落差就会很大那就市场震动就会很可怕期待越高失望越大就是这样子嘛所以这就是一个这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嘛所以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看到我们刚刚是不是前面在讲本益比我们都还没讲到美国的本益比嗯纳斯达克本益比30几倍倍半40几倍你还要他怎么样嗯你还要再更高吗哎可是如果财报不错 那是不是至少我们不用担心泡沫这件事情对很多人都会讲泡沫泡沫嘛那如果对很多人就把现在跟2000年去做对比嗯嗯哼我就真的不伦不类啦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嗯2000年那个真的就是真正的泡沫因为跟你说这个.com会多好多好结果那些公司根本没赚钱可是你看现在跟你说AI很好很好可是AI公司有没有赚钱嗯有嘛你说辉达是赚的盆满钵满你看他这个AMD也好 美超为也好呢但乃至于台积电或是台湾的相关AI个股是美国或是日本或韩国不管反正你看到AI相关个股问你是讲归讲你AI你PC也还没换我AI手机也还没换啊那是我们比较穷哈哈哈哈你找答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I like103I like radio你才更加分 好我们持续跟朱叶宗朱老师来谈一谈啊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呃企业的财报好不好跟股价有这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关联性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有这样的关联性强的话那就不至于会有泡沫的压力嘛对没错好所以你看到2000年网络泡沫的话那时候讲.com是网络这些公司根本就没有赚钱嘛嗯你当然股市当时涨得那么高你当然要跌下来对对对 可是我们刚才讲了你现在AI很热可是这些AI相当的关公司你告诉我哪一家没赚钱嗯大家都赚大钱啊没有错我赚很多钱现在只是最大问题还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什么你只是涨太多了嗯你不是没有获利啊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他会泡沫我觉得太over了嗯修正在所难免就像现在在发生的事情嗯你一定会修正因为你涨太多了嗯你要吐一些出来OK可是你说要像当年的.com泡沫嗯不可能嗯 现在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因为基本面债嘛我企业确确确实实在赚钱嘛而且我真的很赚钱你像挥达多可怕啊嗯那根本就是印钞机的你怎么去指望说一家公司居然毛利率80%我跟你讲买兵就没那么好坦啦你说台湾人第一买兵第二一生你台湾卖兵的都没有毛利80%我不客气的讲所以第二现在是AI对所以你说他有什么道理要 泡沫没有泡沫指的是这样整个砰破掉嗯他没有就我刚说的顶多就是涨太多吐一些出来嗯这在所难免所以我会觉得就这一波的震荡我们当然我不知道会震荡多久了好那像刚刚前面鼠方老师说可能两三个月我个人觉得8月28号挥达的财报公布嗯就蛮重要好因为整个AI当然龙头就是他嘛当然大家就看他嘛可是现在问题就是挥达财报继续好继续成长 都不是问题成长多少嗯只有有没有高于预期所以有没有高于大家的预期啊这就是最困难的地方啊大家标准这么高还要更好大家标准太高所以你看到我们刚给大家看的是第一季所以你看到第二季当然第二季因为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大家还在陆续公布的情况之下你看到这个礼拜美国超级财报之后在一天之内有136家注意哦这指的是标普500的这500家公司里面的130小公司不算哦全美国大小公司 是多如牛嘛我也不知道到底多少家少说6000家以上哦所以光标普的500大企业里面在这个礼拜有136家公布超级财报周嘛因为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了好所以你看哦这礼拜因为还没有公管如果到7月18号的结算嗯告诉你怎么样营收42.8%优于预期嗯然后以美股盈余来说哎有82.5%优于预期嗯那请问这样子叫好是叫不好嗯 如果以营收来说好的不得了啊只有营收来说只有42.8%比第一季低很多哦哦哦可是以获利来说是有比较高对啊那这就是一个矛盾的地方显然到目前为止投资人的想想法其实是觉得不够的嗯所以才会有市场这样整个往下掉嗯可是你看到整个市场告诉你第二季当然还没还在陆续公布当中告诉你500大企业里面光第二季呢他的获利要成长8.8%嗯这没有什么不好 尤其你看到通讯业科技业都成长16%18%哎嗯都很好啊结果你看到股市这张跌给你看嘛好譬如说就以这个礼拜我们之前的我们就不说这礼拜是重点Google嗯你看到Google第二季的财报好前两天公布的来我们就看两个大数字就好哦嗯好你看到左上角的叫做营收嗯好市场预估是84.2抱歉842亿美金嗯结果出来是 847亿美金嗯有没有比预期好有有好再看到获利预估每每股是预市场预估是1.84美元出来是1.89有也比市场预期好可是当天Google就跌给你看嗯不止跌还大跌嗯你说怎么办嗯已经高于预期了耶嗯你如果说低于预期或跟预期那逼死小孩了所以你说这怎么办嘛好那Google是这样子那特斯拉就不用说了哦特斯拉跌的超惨的对 对你再看到特斯拉好来市场预估他的营收是24.77嗯哦不知道247.7亿可是出来是255亿有比市场预期的营收还要来的高啊对但是问题是他的获利减少了对对对所以呢你看他当天跌了十几%嗯因为他在往下掉嗯可是你说他有赔钱吗没有他还是有赚钱嗯结果硬是跌给你看这就是市场的问题嘛 所以你在看现在搞不清楚市场是怎么想的耶哦所以你在看嘛好是乐观的气氛太那个对好我们再看他好抱歉这个我标题写错他是挥打不是特斯拉我贴错了NVIDIA好是挥打来你看哦我们刚说的很关键你看我们已经改好了太感谢太感谢了哎呦啊感谢费哦感谢我们的团队哦好年轻人真的手脚快一定快云改的好所以你看哦嗯当然我们刚说他现在最新的还没有还没有出来好这个是他到他的第二季来 你可以看到当然你说哎下面这不是第二季哦因为挥打的财报哦他的时间点切跟人家不一样嗯他们的他们要结算到7月底所以他在8月底公布哦他是结算到7月人家一般就是3692他没有啊有些是用7月有有有有所以美国就知道你们在台湾我们全部都一致都统一嘛那美国就没有一致啊就是你企业爱怎么切就怎么切好我们不管那个都不重要所以我们就直接看下面这个图你看他的营收嗯是不是非常明显的三级跳嗯 尤其是从去年以来真的就是这样子啵啵啵啵啵啵动辄都是58以上的期的成长率嗯那你说接下来怎么办嗯就像一个学生一直在进步你不可能只要他每次都进步30分50分不可能嘛嗯问题现在市场的想法就是他才不管你耶我就觉得你就是要这样子不断的往上成长嗯不可能嘛你这样是顶破天了啦嗯不可能的事情啦好所以你看 回答他接下来的财报持续成长是绝对的对问题他能成长多少对你看这怎么办对啊而且市场的一个期待已经越来越越大了那对于股价要跟到你要跟到哪里去啊对啊所以而且他回答他猜分猜之后我觉得散户力量大哦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嘛所以你说这个美国目前为止的财报有不好吗除了少数像特斯拉啊那特斯拉我必须再讲一下特斯拉现在真的 我觉得本业很糟糕因为我早就觉得马斯克早就无心经营电动车了嗯好那特斯拉可是你说哎这阵子股价跌了很多吧当然财报公布跌很惨啦可是要注意哦你看包含的大摩都出来讲了嗯特斯拉现在你不要再看他是电动车公司了他是AI公司他是机器人公司嗯嗯他已经不是电动车公司了嗯他的本业是在衰退的好我们待会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要持续跟朱月中朱老师来谈一谈因为刚讲NVIDIA他的财报的这个呃压力会越来越越越越越大是大家的期待越来越大没错没错好那其实辉达财报除了看他整体的成长之外呢其实你要去 去看他的部门哦好因为大家现在重点就是资料中心对就是他AI晶片的部分可是辉达黄仁迅他自己其实就有其实他很有自觉说他不肯永远是市场龙头所以他其实很快速的扩展到其他的领域像譬如说他现在做机器人其实做的非常非常的好当然不是他自己做啦但是他做的相关的系统好给其他人用好其实这个也都是大家在接下来的财报当中你可以特别去注意到也就是不要只去看他的晶片伺服器这个部分哦好 你可以看到他开始扩展到其他市场尤其是他现在也学聪明了我不要只卖晶片嗯我要软硬通吃嗯也就是说我现在要做的叫解决方案嗯以前我就是卖晶片嗯卖伺服器给你嗯我现在要卖系统给你嗯系统的概念就是我不是只有硬体我还有软体嗯我提供的是解决方案因为这个才能够赚得多嗯所以你看到是不是包含的台积电自己都说我帮你做一个晶片 才收你多少钱对然后你卖出去卖那么贵你卖我一台伺服器卖我几百万美金嗯差这么多对因为人家就是有他的整体的配套在里面嗯所以人家有他的软体的know how在里面所以人家当然赚得多嘛好所以这是我们未来在看财报的时候你就不要只是去看这个表面的数字好就像我们在看GDP的时候你不要只看整体成长多少嗯你要看内容嗯好好还有点时间我们来看看美国大选是好 所以公布他喜欢谁不喜欢谁好真的不管怎么样至少我绝对不会喜欢川普我必须要讲得非常非常的明白好今天真的就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不客气的讲好来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其实台湾很多新闻也都在讲说这个民调怎么样怎么样对民调都好可是我必须说啦因为台湾媒体报的民调都只是特定机构的民调可是在台湾我们就不要说美国台湾的这些各个机构 做民调哪一家没有所谓的政党倾向有啊你说我们的媒体也有啊一定都有嘛不管你偏哪一边尤其很多人说做媒体的你如果没有其没有政治倾向你真的别想做了嗯你以为中立我想中立是最做不下去的嗯嗯你一定就要有特定的政治倾向你要往谁倒都可以你就是不可以自以为你是中立嗯这其实媒体业其实很讽刺的媒体都说像韵飞姐媒体标准的媒体人嘛是不是你们都是这么说 嗯可是摆在眼前不可能是啊是啊是啊你如果中立你就没饭吃是是是你总要看你老板是谁啊对我讲真的啊对没有任何媒体是真的中立的对我以前在中国时报你看老板是谁对可是老板那时候我觉得他用了客家人我觉得他尽量的保持中立这是我最骄傲的年代我必须要说早年真的是真的真的中国时报非常的中立现在真的很困难对我讲真的我非常佩服我的老板是我讲真的 是余老板那时候对真的真的是好来所以我们回到美国的民调你真的不能看特定媒体因为特定媒体我们刚刚说他都有立场嗯所以呢我们这边可以推荐大家看一个网站好如果有同步在看直播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图表好大家没有看直播听听广播的也可以记一下这个叫real clear political简写为rcp这个你在网路上搜应该都搜得到 哦他就会去整理美国各家民机构的民调取平均值嗯而且把各家什么时候统计然后呢样本有多少然后呢这个数据很具细迷的全部都写出来嗯然后呢取一个平均值嗯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准的就像我们台湾每次选举也是要爱说谁会当选 可能A媒体说是假B媒体说是义然后通常我们都觉得反正最后取平均值是最准的对对类似的概念所以他有CNN啊对对很多知名的对纽约时报啊对对什么知名的媒体都有在里面对所以呢而且他这随时在update哦像我昨天抓的时候跟今天早上我在看的时候又不一样了哦他非常即使也就是说有新的机构有做新的民调出来 嗯他就会公布那他现在是就是抓从贺锦丽换贺锦丽选以后新的那之前的但还是拜登的他就去掉了嗯所以你看到以目前这个表里面一共有14家媒体我数过其中目前你可以看到蓝色的是告诉你这个哈里斯就是贺锦丽嗯他有三家是赢的对然后拜登赢的确实还是居多11家嗯可是我们看到平均值整个川普不是拜登了川普赢贺锦丽其实平均 只多1.9%嗯哎这个我们在民调统计里面告诉你3%之内都叫误差范围对也就是说因为民调不可能百分之百准一定有些高一点有些低一点因为跟你访问的对象其实都有关系跟你的统计技巧反正这个很复杂我们就先不多说所以呢你看到平均才差1.9%表示你说贺锦丽有没有可能赢是由目前看来是有的 好那再进一步去看如果就这14家民调里面你再看个别家的民调里面其实只有三家的民调是差距超过3%的就我们刚刚说以3%为基准其实你就只有看到三家是超过的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真的绝对认为谁一定会赢的吗并竟没有而且你说就算有三家看起来是川普领先比较多可是这三家因为我对他们不熟 他背后有没有背景有没有偏向对对对政治的倾向政治倾向一定都有嘛所以你一般我们就不去看个别的数字好那当然还有一家是打平的好就是这个雅虎的部分是打平的好所以呢我会觉得其实这一个网站呢他不是只有美国他有很多世界重要的国家他们的这种这种大选的相关的这些政治议题啊什么不是只有选举一些政治议题等等反正各式各样的民调的数据 其实都有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可以去参考这样子的数据而不要就我们台湾的媒体因为台湾的媒体说真的就算报美国的新闻也是一样有偏颇嘛对啦对啦不要说台湾自己啦报美国也是有有那种说哎呀我比较喜欢谁就多说他的好话都会有这种问题好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去找类似的数据会比较公正客观一点嗯 哎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一般都会认为啦就是川普的一个当选的几率呃但你会有人有人说你看经过那个枪击事件应该就铁板上定金子哎可是也没有啊你看到当然现在贺锦丽是因为还在这个新闻热度上啦所以贺锦丽的民调会比较高啦我会觉得要更准一点可能要在一个月左右对也就是说川普的枪击事件已经冷下来了那贺锦丽因为刚因为他也毕竟还没有真的成为代表 只是目前看起来应该八九不离十所以呢现在还在新闻热度上在做民调的时候一定民众去被问到的时候也会有所偏颇嗯所以现在都不是最准的我会觉得可能要至少一个月以后等市场冷静下来了再来看好啊持续观察嘛反正到11月5号嘛是的11月5号投票才才投票的对好我们今天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不管是从企业财报又或者从这个美国经济的一个数字来看到降息的一个 可行性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跟分析了好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的教授朱叶忠朱老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下次 我们下期再见